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,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习惯对于主动纵上门来的东西,心里从来都是持有疑惑的态度,觉得这个东西不好,人同样也是这样,太过主动的人往往都会被别人淘汰,因为人家觉得你目的不好。 而且觉得和你在一起特别的无趣,矜持一点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,引起别人的探索欲,交往中男人越在这方面矜持,又会对女人有着很大的诱惑力。 曾经要是两个人暂时不能在一起,很流行说一句话,若十年后我未娶你未嫁,那么我们就在一起,可现实是如果十年后你未娶我未嫁,那我们就真的太惨了。 自古都说女生要矜持,女生的矜持能给女性增添几分娇羞和妩媚,而男人的矜持对女人的诱惑力也是杠杠的。 接下来小红就给大家讲讲男人在哪些方面矜持一点点,对女人会有巨大的诱惑力。 一,聊天,经大数据统计,如何与喜欢的女生聊天是绝大多数男人的心头患,重视自己心里边有千言万语各种小套路,但是一开口和喜欢的女孩聊天时,整个人就会变得结结巴巴的了,紧张的只会问你吃饭了吗,你在忙吗,你下班了吗等等。 等到两个人聊起来了,自己也忘了时间,聊得没了尽头。 理解大家和喜欢的女生聊天的亲情,那是恨不得拉上对方聊她个三天三夜,但是这样太积极主动。 很快女生就会知道你目的不纯,并且也失去了探索欲,所以不管和女生聊得多好玩的话题,聊你多擅长的话题,也要点到为止。 比如每次在聊得很热情的时候,你来个急刹车告诉她下回再聊,你现在突然有正事要做,这样女生就会觉得,你很有原则,分得清,孰亲孰众,而她也会受刺激,找话题和你聊下去,这样不就吸引到她的注意力了吗? 二,身体接触。在日常生活中,女生喜欢温文尔雅的男人,多过霸道强势的男人,但是在爱情里则恰恰相反。 太温文尔雅太主动的男人,通常都会被某个痞子味的十足的男人完胜,不是说痞子味的男人就好,而是说他们大多数都不粘人也不强势,对待女生的态度会比较随意。 比如,情道弄时的一个偷吻,和正儿八经的,问女生,我可以吻你吗?你觉得哪种更吸引人呢?答案不言而喻,当然是第一种了。 不过,小红可不是让大家去偷吻女生的哈,这个感觉没把握好很容易弄巧成拙的。 这种就要看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到位了。 如果感觉女人对你也有想法的话,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一招,你们的关系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。 俗话说,条条大路通罗马,咱们走一条稳稳当当的路,男人和女人因为身体构造不同,在对待身体接触这类需求上,男人会比女人渴求那么一点点。 虽然不经意间烹发的荷尔蒙很让女生心动,但是你要是能刹车停下来,那种禁欲感会让女生对你的心动直翻倍哦。 触使女生发过来,想要征服你的哟。 三,玩具其他异性的追求。 面对异性的偶头怀送抱,有的兄弟是没啥自制力的。 如果你恰好单身又没喜欢的姑娘,接受其他异性的嗜好这是好事。 但如果你正在追求喜欢的姑娘或者已经脱单了,外面的花花草草,咱就得通通婉约掉了。 而且还要在不经意间让你喜欢的那位知道,你是一心一意喜欢她。 别的女人对你来说都是浮云,这个时候的你在她的眼里,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专一最有态度的男人。 最后再跟大家说两句掏心话,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你多喜欢一个人, 在爱情里都千千万万不要急功近利,不要太过于主动,因为当你失去防守的那一刻, 同时你也失去了控制关系的权利,男人学会了解女人的内心,才会在爱情中棋开得胜。 不要让女人对你有厌烦心理,凡事要一步步的来,要争持有度,不要把她逼得太紧,让她喘不过气。 要学会对她若寄若离的感觉。 在她适应你的陪伴的时候,适当地远离她,让她觉得自己离不开你,这样她就会知道你已经进入了她的内心, 那么你们俩的关系也会更加近了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